看看新闻吧 就是杨朝伟 此次纪念活动 陈淑芬为了一场粉丝夙愿 推出了音乐会 纪念晚会 纪念展等一系列活动 而一座张国荣1比6的真人木偶 更是被放置在了一张导演邓旁 以此来议员张国荣生前的导演了 据陈淑芬透露 纪念音乐会上 他将请来许多张国荣的生前好友 来演唱他的经典金曲 虽然目前演出名单还处于保密阶段 但陈淑芬却表示 有一位张国荣的生前智友 已经确定出席 而这位智友 不仅是当今香港娱乐圈的天王巨星 还曾在张国荣五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出现过 虽然陈淑芬没有指名道姓地说出 这位巨星的名字 但粉丝们纷纷猜测 这位主动提出要加盟音乐会的人 就是五年前曾献上过张国荣金曲 风继续吹的梁朝伟 我会多笑 快乐的年 我同意你 一必去追 从东斜西渡到春光榨蟹 梁朝伟与张国荣在大萤幕上挤度合作 可谓惺惺相惜 最近就有网友翻出春光榨蟹山洁版中 张国荣男扮女装照片 照片中张国荣烈焰红唇 十分美艳 晃入在世 正如梁朝伟所说 没有与张国荣的默契配合 他很难凭借春光榨蟹 登上那一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宝座 因此失去这样的挚友 杨朝伟十分哀伤 但是对我自己来讲 我失去做一个很好的对手 一位好朋友 哥哥 张国荣先生 我怀念这个这么出色的对手 他的精神 他的真 会永远永远留在我心里面 而据张国荣生前的经纪人陈书芬透露 此次纪念音乐会上 还将有一位歌坛天王会做出贡献 那就是四大天王之一的张学友 此次纪念音乐会的流程 就是张学友帮忙设计的 而在张国荣离世的2003年 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上 张学友还曾召集过四大天王 一同以轻唱的方式来缅怀哥哥 从前梦一点没改变 今天我远你游诗坚明言 当年情 再度天上伤心 即便是在张国荣过世多年之后 张学友还是不忘在自己的世界寻回演唱会中 特地安排曲目 纪念这位一年早逝的智友 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的沮丧 但在情绪上也是非常非常低落的 后来我就拿起吉他 写了一首歌 去送给他们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首歌叫《铁蜂勇》 除了音乐会上的演唱嘉宾 粉丝们还关心的是 张国荣生前的挚爱友人 唐赫德是否会出其音乐会 因为所有喜爱张国荣的歌迷都知道 唐先生是张国荣一生中最重要的知己 1997年 张国荣举办歌人演唱会时 就曾深情表白 诚唐先生在自己的生命中 和他的妈妈一样重要 我妈妈今晚就有赌 妈咪 为什么你可以生到我这么特别 这么英俊的呢 还有另外一位 我觉得在我生命里面 很重要的一位好朋友 就是你的契仔 在我最失忆的时候 经济最差的时候 他可以将他所有的人工 几个月的人工 借给我渡过难关 你知道我在说谁呢 当然就是我的好朋友唐先生 而一向低调的唐赫德 在张国荣去世后 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还是在2003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上 当时他为张国荣在杜沙夫人拉相馆的雕像节目 还代表张国荣参加了梅艳芳和沈殿霞的葬礼 而在今年张国荣去世十周年之际 唐赫德不仅撰文怀念之友 并提供了三张张国荣从未曝光过的生活照 或许只有他的出现 才能真正让此次纪念张国荣的系列活动功德圆满 娱乐今天地晨洁综合报道